臣佛度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一页纵上称四轮乘 一般的二乘教育的四轮 有人把他形容苦极灭道 四乘 这个不是的 其实那个车都有四个轮子 形容那车四个轮子 那时候小政法的生老病死苦 也是四轮子 也是处理当 这个是 不是吃鸡严肉禅店 也是四轮道 说四个就行了 这个会形容很多 表法的 一般的表慈悲习舌 就是四无量心 所乘的车呀 是四个轮子 现在 住的地点呢 好果度 什么算好果度呢 清净无为 长计光净多 那是最好的果度了 所依止的 所供住的 所有都是善友 善人 善到什么程度呢 诸大菩萨 都是福德 智慧 举足的 都是圣福德 举会 法大寺院 就是四宏寺院 就是最大的了 乃宋四福寺院 再开阔 大家想想四逢四愿吧 一个我们就做不到 做到了就成佛了 众生无边 我们把它都堵了 烦恼无尽 把它都断了 法门 佛所说的法门 无穷无尽的 我们都把它学了 学通了 佛道是无上的 我们要成佛 随身都可以形容 慈悲习舌 四舌 四无量仙 都可以作为 形容着 那个车轮子 用这个法 把你运到成佛 运到好果冻 最好果冻 就是咱们讲过了 讲过了 空的 长寂光净度是空的 祝佛都坐在长寂光净度 长寂是光明当中 永远记得 第一是不动的意思 既定嘛 大既定嘛 就长寂光净度 是好果冻 其次呢 时报庄严道 我们不说那么神吧 极乐世界好果冻 比苏波世界就好 苏波世界就好 不说那是 极乐就极乐 这没有一定标准的 好果冻 没有三乐 没有无作 都是行失散的 乃失散都算不好了 那都住这菩萨道 一日的三人呢 全是菩萨 这所记得福德 法的寺院 这就成净了 这就成净了 菩萨的清净 泛行 这咱们讲过了 泛行品啊 泛行 泛的就是清净 所有的 一切修行 一切动作 全是清净的 怎么样才是清净的 不知足 知足就不清净了 我要到菩萨 心无所住 心呢 无所住 不入一切相 离一切相 达到一切诸佛法相 这方平的究竟 不知相 那方平就讲十个 也是讲十 口 口业 身 身业 业 业业 佛 法 僧 戒 十个 十个一切都不知足 无相 实法无相 对佛也不要知足 佛是绝 绝了就没有 绝了空的 那祝法性神 祝常见光度 没有的 这才究竟泛行啊 泛行法就证得了 究竟的 清净意 这样的清净泛行能得到什么 能得到光明 光明都是清净的 光明没有严重的 光明是什么 光明就是智慧 智慧是清净的 智慧是无言无的 愿一切众生 得普照十方 法光明成 修学一切的 如来自立 就这种实力了 实力了 愿一切众生 称佛法成 这个咱们做得到 现在咱们都称的佛法成 称着佛法 佛法呢 觉悟的法 达到觉悟 然后这个运载啊 称这个车身 把咱们运到 一切法究竟 清净 那是避难 现在咱们带着 生死之慈难 慈难是无言的 不清净的 愿一切众生 在祝福上 难思法成 普世十方 难文正道 难思法 现在咱们学的就是 难思法 大方广佛 难思法 咱们讲这个八十品经文 投在这个大方广佛 华言 这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里头 就具足了这八十卷 那么 这些这个程 就叫做佛程 或者佛法程 觉悟的方法 帮你送到觉悟地点 到了一切法究竟的避难 清凉的 避难 一切法的究竟 避法究竟呢 就是 无法 不但没有世间法 佛法也没有 因为迷了 迷法 有迷法 有觉悟法 要你把迷了 觉悟过来 那迷了没有了 觉悟也没有了 一切法不利 究竟道比难 要见诸法非法 四明 见入来 那是到究竟创 愿些众生 再度复旦 俯善 难思法 成 这难思法成啊 在咱们中国的例子很多了 如何是说 主持习来大业 举个手指头 这难思法 如何持习来大业 踹你一脚 踢你一棍子 这都是难思法 这是禅宗说的 对我们教下说的 什么叫难思法 要见诸相 非相 极见入来 这也是难思法 执住法 非法 知道这一切法 非法 这也叫难思法 这举这个例子太多了 具体的说 不如你的思维 不如你的观察 心 默契 戏 戏都 契合了 这叫难思法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不助散生心 不助生香味 鼠发生心 因无所助 这也叫难思法 国自在 菩萨 行 神 不如波罗 秘 是 照见 无云 皆空 这一照 全都空了 难思法 这都叫难思法 难思法的利益 太多了 要去体会 普世一切 难文正道 最难文的正道 是承诺 佛国 一般的说 菩提道 觉悟了 所走的道 难文 正道 正道非道 正道就没有道 正道 那是用法来说 显教来说 菩提道 正道 法菩提心 行在菩提道上 达到菩提道的究竟处 成就佛国 难文正道 愿者中生 成大思成 大思成就运载的都是使者 不要去贪吝心 贪不舍 吝塞不舍 贪得无厌 奸贪嫉妒 就奸贪贵 要把这个舍掉 愿者中生 成境界成 死等法界的无边境界 不是沾那几百条 等法界 无边的清境界 心境过 一切法皆境 万法皆境 心够过 心里不清境 学一切清境法 都不清境了 你把那个 净的 变成构言了 你发了菩提心 完了成那个清界 清境界 心啊 境界就是说心界 不是几百条 乐学众生 成淫如生 这一下是 思 戒 言 经界 传定 之后 这六条 一共六条 不思舍 艰难 戒呢 戒强的 无犯 得清境界 使法界的无边清境界 因而我们呢 常与众生 没有嗔恨心 经界呢 成不退转 常识修行 趋向菩提道 永远不退转 传定呢 正道场 正菩提 到了道场去修道 正了菩提果 传定 就是三媚了 人家众生 称于智慧 散巧 方便成 化身 充满 法界 诸佛境界 这是方便 智慧的方便 偏息处 度众生 偏息处 都是清境 佛察 有什么呢 菩萨心境 心境 物 佛察境 心境 物 度的众生境 都是清境 就六度 配六度来说 你看一些众生 称法王称 称叫 无畏 菩萨一些众生 致法 众生 终于恐怖 我也是有畏惧的意思 怕 怕什么 咱们现在 怕的 故里的 修道不成 出家 要修道 要了生死 正涅槃 生死了不了 烦恼啊 一天你还带着 这个恐怖 有畏惧 还有一个 怕死 怕死 我们今天把这生死光 关通了 求死 我们本身 就是求死的 死者是灭 求死呢 我们求的不灭 什么不灭呢 求我们那个法性的身 法性的体性 永远不灭的 因为 心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有灌难 有灌难吗 才有恐怖啊 心无灌难 无有恐怖 大家都会背心经 修过这个灌没有 灌什么呢 灌死啊 为什么要有恐怖 为什么要畏惧 心有灌难 你看破了 放下了 自在了 心无灌难了 心灌自在菩萨的 照见五云皆空 还有灌难吗 没灌难了 那心有恐怖 心放不下 才有灌难 就有灌难 愿一切宋生 乘无所着的智慧之乘 无着就是智慧 愿一切事物 都不执着 诸大菩萨 他说 愚切法 千万亿的法门 愿何事 他不执着 他什么顾虑都没有 钱都这样恐怖 那你有执着 有执着就恐怖了 说无所 什么都不做了 那得挣得大智慧 放下了 他什么都不做了 你没有这种不执着了 你那个身体 心理 才能够骗入十方 这叫证得了真正的法性 而无所到 无所到 约瑟说 称于诸佛的法成 弦都说 佛法成 这个叫从佛 伏成 四宪 受伤 到十方形下 去立众伤 他不会死掉大乘之道的 不会死掉 立众伤呢 是众生得度 他不会死掉 他不死掉什么呢 咱们度众伤 怕死掉 怕的事太多了 那这个 那怕多了 举一两件 说一说 度众伤 第一个就怕破戒 你到众伤去度众伤啊 我要吃清净戒啊 不行了 菩萨他度众伤 他的戒 他看一项 其实空的 他使得什么戒啊 无作戒 无执作戒 咱们在执作当中 你本身就没有吃戒 所以 赌众上的时候 必须得有智慧啊 没有智慧 你做一些事 都是复法的 有了智慧啊 你做什么都是 都是卸脱的 杀人放火 都去 独众伤 看你整个韵容 长敢吗 这么怕呀 那还得了 那下队 下队都说亿万年 那菩萨看队 队队队没有 队队本空啊 我经常跟我道友讲 我说你 就像他们跑到五台山吧 或者五台县吧 有监狱没有啊 当然有啊 不但有 住的很多呢 有犯罪的呀 咱也没去过 也没住过 连看都没看见过 对于你没有啊 但是你又犯了罪 马上就有了 说你心空了 对心空了 什么都没有啊 但一直说 一直说 什么都先前了 是吧 有了智慧的呀 他关照一些法 他不许说 什么都是空的 空对空 地狱 本空 微心造 地狱没有 是你自己心造的 你看那个地狭经人说 地狱里头 有这个地狱 就是一张床 就什么都没有 一人受罪 那个床 你倒在床上受罪 那个床是满的 一身片面 整个床 十万鬼 十万人受罪 也是这张床 每一个都感觉住 是满的 大家知道 佛说的最忧成的 大菩萨 他智慧力量 无挂无奈 那地狱是业障力量 那个业障力量 也无诈 无挂无奈的 为什么 那地狱好多经文 就是所有地狱 只有几样 一个石 一个铁 一个火 三样 受罪 石啊火啊 就离开这三样 地狱本空 微心造 是你自己心造的地狱 说在地狱说有 心要空时呢 我心空了 心空了地狱还有吗 没有了 心要空时 罪已亡 罪是心造的 心都没有了 心所造罪还存在吗 这个含义了 心亡罪灭 心也没有了 罪也灭了 两句空啊 两个都没有了 实在 您会真忏悔啊 说我们拜祭 拜祭的时候 你这样忏呢 一切都没有 一些空 不空 不空就瘦啊 不空瘦 当时你显得空了 你不瘦了 没有了 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 我经常跟大家讲 不要帮 瘦的忙 咱们的心呢 刚有一点小病 那心就把心揪上 帮那个病的忙 那病越病越大 还有怀疑 给你这副药吃了 能好吗 那副药吃了能好吗 那就不能好 那怎么能好 那你心里不好 我们好多的事啊 就是心帮忙 帮那个事业 越帮越忙 不帮不忙 有病的时候 知道病是假的 修灌 过去我们一个老和尚 经常讲假灌 病很重了 他痛苦得很厉害 弟子问他 说师父师父 你修假灌吗 他说灌是假的 痛是真的 灌是假的 痛是真的 真的是假的 假的是真的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这是什么呢 从着 执着所引起的 我们一切都不执着了 那你法性而无所动 诸真法性而无所动 是吧 愿泻众上 乘以一些祝福的法称 以法为称 法是个方法而已了 什么方法 觉悟的方法 觉悟的方法 帮你送到达到觉悟 你称这个称了 你就达到觉悟了 这里十方受生 到十方差 就受生 他没有苦恼 是运运自在的 这叫大乘之道 大乘就是心 一心的运载 从凡夫地 把你运载到成佛 那叫自在无奈 就自在无奈 愿泽众上 成余伏法的诚 能够在十方去受生 而达这个大乘 是你真心 法性 不会失掉 而且是 到十方度的一众生 越来越明显 不但不失掉 越来越清静 你愿泽众生 成为一些祝福的法成 以祝福法为成 把咱们渡透到 了生死正德佛的 究竟灭盘 那受生是四限的 四限的 咱们一切动作 你惯想 都是四限的 做了就没有了 偷竹啊 举手啊 这都是四限 是为普和莫萨 与众宝舍 施主福天 乃至贫穷 孤陋 对贫穷孤陋的人 给他回向 善根回向 使些众生 能有智慧 不但有一点智慧 要得到无量的智慧 两位众生 欢喜荣耀 究竟 接得一声自称 称什么称呢 称的一切自称 这里头 秦良国师 给我们几个小解释 告诉我们 说 我们一直善人 一直善人 得有五种源 才能够遇到善人 也才能一直善人 哪五种源呢 多文 间替 巧说 灵敏 不贪穷 不退堕 无不退 多文呢 多文正法 但是 文理都要加个丝 因为你文理多了 能够见 就是见到真理 提是提理 提是提理 从多文 从文理当中 见到理 见到真理 巧说 演说 帮助别人 转传扬 佛所教授的方法 实话 能够散巧 方便的 让人家能够进入 这叫巧说 这巧呢 就是散巧方便 这是语言的方便 那你直说 说到听不懂啊 因缘 匹 假设 匹 假设 人缘 假设 故事 显示这个真理 这叫巧说 林秘 说法的时候 给人说的时候 要善于说 善于说的时候 一个大悲心 传扬 佛所教导的 让人家能够进入 千万没有贪求 没有利养 我不跟你说法 就这样 只要贪求 大家跟我 看着那个人 不顺眼 或者向我不好 或者哪样不好 不对你的心 这都叫贪求 另在法 说法容易产生怨倦 疲劳 就厌倦 应当不疲倦 这就是 善人 这样说法的呢 叫善人 叫善人论 我们经常讲到 召集福德 什么 是拿车识舍 就讲召集福德 什么召集呢 第一者是可乐 第二者是无难 第三种是无病 第四种是三昧 第五种是智慧 可乐呀 说你生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嘛 没有无浊 难定的 平稳的 这叫盛世 生的环境 周温都很好 也没有基金 也没有盗贼 也没有水火之灾 一切灾害都没有 可乐 这叫盛世 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 非常难 非常好 你可难心学法 第二种 没有折难 无难 全是善人 没人跟你做障难 你不需要担心 抢劫了 偷盗了 水火之灾了 国王的灾害了 这个全都没有 这就没有折难 七灾八难都没有 第三种呢 你还得有个健康的身体 有无病 这个很难 无病 得无病 如果你在有病的时候 你怎么记得福德呀 病的笔牌 痛苦的笔牌 你心不难呢 你没办法学法 第四种呢 三脉 第五种呢 智慧 你得有智慧 得有定力 没有定力 你收拾不到法 没有智慧 你分辨不出法 不知道法位 大乘的法位 二乘的法位 人天的法位 那一般人呢 就求个人天福报 我来生啊 生的好一点 富贵一点 我得生到天上去了 天到灭 到他福报 享尽了 还要堕落的呀 是六道轮回呀 来回轮呢 比如生了天了 就定了 定不到的 这五种 说你要想 一者三人去求法的时候 这又有五元 完了你想既得福德呢 你还得有条件 不然你怎么既得福德呀 但是你法院 法的是正院 这是这阴呢 有正院的阴才干果呀 就是正伦 法大寺院正伦 大寺院正伦 你得有个善缘 最大的善缘 能有法所闻 能有法所席 哪管你送也好 送的也有经典呢 你得有环境啊 没环境 你想送环境 没有环境 你还送什么呢 这叫正院 正院啊 大大 法大寺院 大寺院 愿呢 正法九重 这叫法正院 法正院 法正院求妙法 大方广播花案经啊 乃至金刚经啊 法画经啊 大方涅槃经所有这些正经的 你还得有散乐的心 散乐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福德 乐聚一起 就是散聚 聚一起福德 智慧 没有福德 没有智慧 想闻 圣神法的机会很少 机会很少 善缘不济浊 你得有这个说妙法 言说妙法的语言 完了 你自己有耐落的心 你没有福德智慧的人 他没有耐药的心 他听也听不进去 但你经常还要修修观想 观想是四位修啊 听这句话 你现在要想一想 这叫修子 观呢 就是观察的意思 辨别这法的味道 就是只观双运了 这个法 我能跟你去索行 相应不相应 就是换句话说 相应啊 相合不相合 合的 合适不合适 能修不能修 第四种呢 和的善说 什么叫善说呢 不求明文立扬 但要夹扎一点明文立扬 不就散说了 散说了 散说散除所有 那你说法得对积啊 散说的 说的不对积 没有用 或者还去反作用 所以 未成佛国 先解人缘 说法也得求缘 文法也得求缘 这叫缘起法 从缘起法 才能成就你的心理 成的心理 心理就叫性 直到一诸法一缘生 缘起法是空的 性没本体 缘起性空 因为空过 才能建立一些法 不空的 一些法建立不全 你要想闻大乘法 先把你的脑子写一写 把它空了 里头别有东西 有东西做障碍 大乘法进不去 那么 什么是他的缘起呢 文法 你要有法个愿 法缘没有 可以结 起码要有恭敬心 对法 对这个法 一听见 生大欢喜 那就是许事有善根 所缘 那你 闻是因 闻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听听而已啊 闻就要做呀 那我们不知道方法 知道方法了 照这个方法去做呀 做完了 你去享受啊 享受德国呀 这些都得具足的 你闻 得有文会 你得有智慧 没有文会 你听不知道说什么 听了不进入 听了完了又不进入 又不学又不行 那还不是等于 闻一样吗 只有闻的功德 没有享受它 这些个因果关系 必须得懂得 住善处 没有七折八难 有七折八难 那事就办不成了 咱们是 佛前佛后难 你就有难缘了 佛前呢 弥勒菩萨 弥勒佛的前边 佛后呢 实际上摩尼佛后边 在这个中间 一直有些菩萨 菩萨在人间 就是咱们说的 善知识善人 但是你得消除世间的障碍 不愿意听法 中间间断 中间间断你听不成啊 障碍出来 你做障碍 障碍 看着是好事 实际是你的文法的藏缘 你不会能听 听拳的 这是一种 听了 能不能做呀 如果你是笼子 你坐这干什么 听不见了 六根不拳了 瞎子 瞎子看不见佛像啊 你给他说 他想象而已了 这六根拳 所以佛度弟子出家的时候 你必须六根拳啊 如果生来就是盲的 就是龙的 就是哑巴 那不能学佛法呀 还有 处的那的替方 还有 留着那的石块 那阴 那果 好多这些藏缘呢 咱们感觉 现在咱们大家 共同学义 华安静 好像是无所谓 你不得千百万节 才有这么一次 机会 这本身就是福德呀 我说这些藏缘都没有 只有一个藏缘 可能大家有 什么呢 听不完 这个藏缘我没有 我再说 我的藏缘是什么呀 现在给我送信来了 一会儿听见 一会儿听不见 前一个月嘛 哑巴了 嗓子说不出话了 那说什么 那不叫藏缘吗 这种因果关系 不是一个人 是大家共同的 这叫缘 如果有这个藏缘 没有说着 你怎么听啊 学这个 大部头经典 学法法 学花言 学大波 乃至学能阶经 能阶经 乃至尾巴结经 都有藏缘 是你圆满不了 所以讲的时候 讲不完成 讲者能完成 听者呀 今天你害病了 咱们现在的人 身体特别差 脑瓜的疼 肚子疼 毛病多得很 那你很肚子疼 你还能听吗 听不下去了 就是藏缘 说一座经讲下来 这个一座呀 就是这一部经讲了 你一天没学 这种的因缘 很很殊胜的了 这个本身就是福德 因此大家 自己忏悔 忏悔包括很多 让我这一个法会 我没有当务 我做这一个佛题 我没有当务 我学法这四年 没有障难 学完成了 这叫殊胜因缘 有奈乎自己 殊胜因缘 不是车就完了 今天讲这里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营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慈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 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 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利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摘戒 护生祭礼拜 大悲战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勋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华言专中学院研究所 及推广部早晨中 环有兴趣学习华言的正行者 欢迎报名 报名申请入学资格 一大学部正修生高中以上 二研究所正修生 大专含同等学历 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 台籍外籍学生 及大陆法师监修 县女众50岁以下 正姓佛教徒 报名方式 上网下载报名表 请务必著名姓名 地址电话 并以Word及PDF档案格式 寄至Email行箱 或电卡教务处 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 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 济南路二段44号 所谓真正的出家是自新当中 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来的一种想法 也就是说出家是要生起出力心 生起了这种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心 换句话来说 就是看破红尘了 而这种看破绝对不是一种仪式或者形式 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出家戒 就等于是看破了红尘 这是两码事情 真正的看破是一种心态和想法 想法从来都是不拘于外在的形象 所以说无论一个人是不是剔度 是不是披上了袈裟 都可以生起这种想要处理的心 僧团的亲近呢 并不仅仅指的是僧人都看起来都很听话 很正统的样子 那只是表面上的这个亲近 而真正的亲近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心态和想法上的 所以说九国姐吩咐这个 准备把建立亲近僧团的时候 他指的并不仅仅是要每个僧人都得做出规规矩矩 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指的是这些僧人要具备一颗真正想要去入佛法 想要处理的心 当然呢 要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做到持守戒律 那也是必然的啊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心念 只是表面上受戒 穿着袈裟 守着规矩 那不是九国姐所谓的亲近僧团 那么我们退一步来说 九国姐作为一位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一个上师之一 他并没有要求川普登巴要出家 不仅如此呢 还把这个整个法脉呢 传给了他 后来呢 川普登巴也不负众望 建立其规模可观的僧团 而他这些戒律清净的出家弟子当中呢 也没有任何人 因为川普登巴是在家居士 而去质疑他 相反呢 他们对川普登巴都是全身心的去医治 对他的那种尊敬和信心 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可企及的 布多瓦曾经说过 我曾经在受戒室那里得到了戒传 但后来呢 直到遇到热灵的那位老居士 我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戒 所以呢 他才是我真正的受戒师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呢 他在受戒的时候呢 并没有生起真正的出力心 然而呢 在遇到川普登巴之后呢 布多瓦才生起了真正想要 从轮回当中出力的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 才算是得到了亲近的出家界 或者说是那个时候 他的这个别解脱界啊 才算是真正的亲近 或者才变成一个真正的别解脱界 就算是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来回顾川普登巴的事业 我觉得可能在九五节的众多弟子当中呢 要说传承 弘扬九五节的法脉 可能不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基本上可以说 没有川普登巴 就没有后来的噶当派 没有噶当派 那现在的藏传佛教 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所以说 无论是对藏传佛教的奠基 还是弘扬 川普登巴的作用和成就 都是绝对无可比拟 和无法取代 他才可以说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法王 当然了 在这里大家一定不要产生误解 觉得出家不重要 或者说是出家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绝对不是这样 佛学院 寺院是佛法延续的命脉根基 没有他们 法教的传承就不可能流传下来 更不可能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出家人 自古至今永远都是佛教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佛法僧当中的一宝 僧团永远都是佛法的核心 就像之前讲到的 所谓的灭佛 或者灭法 不是毁掉了寺院或者佛像 而是没有了僧团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出家人都比在家人更为殊胜 因为比如一个人 假如一个人 可以下定决心剃度为僧 就说明他至少有了 想要处理和解脱的强烈愿望 他想要用他全部的人生去修学佛法 那么仅仅是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很多在家人相比起来 就已经是望尘莫及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记得出家人 永远都是我们要尊敬礼尽的对象 僧团永远都是整个佛教的核心和灵魂 它的重要性是 无庸置疑 也是不容置疑的 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僧俗问题 只是说我们应该要了解 在藏传佛教当中 一位成就者是无畏僧俗的 我们不能以出没出家来定义他 或者判断他的这个水平和修为 这是非常片面 而且是不正确的 比方说我们的就是比如说 嘎举的这个祖师 马尔巴 米莱耶巴等等 他们都不是出家人 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因为米莱耶巴不是出家人 所以他不是一位好的修行人 或者说不是一位伟大的上师 而且我觉得有人把米莱耶巴以就是一个出家人的形式来培养出来的好 我觉得他不会变成一个那么伟大的修行人 他得需要他自己的这种余切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培养出来 所以呢 当我们说到这些上师成就者的时候 应该看到的是他们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现象 我们不能通过外表来评判他的水平 更不应该通过形式来判断他的传承是否清净 纵观藏传佛教这个上千年的历史里面 无论是上师修行者还是成就者 自古以来都是有僧有所 他们各自其职各行其道 但无论是个人的修为还是佛法的弘扬 众生度化的事业上 他们每一位都是藏传佛教当中 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伟大上师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应激世教的道理 这也就是藏传佛教的特点 他的这个独套独到和殊胜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始终生你哭得了 落实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玄奘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